999,999 1 million 是的,这家伙真的数到了100万 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更重要的是,他花了多长时间 好吧,留下来看视频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以及很多你从来不知道的 你需要了解的那些令人兴奋的事实 说真的,你晚点再谢我咯 很多人都害怕蛇 我要告诉你的真相可能不会缓解你的这种恐惧 蛇打格会喷火 现在,让我们弄清楚 我不是说所有的蛇都是秘密的喷火龙 也不是说它会在日常情况下发生 事实上,你可能永远不会看到这个可怕的天赋附主实现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可能发生 要生火,你需要三样东西 易燃物质 活化和氧气 你可能知道 一种自然产生的可燃气体氢气 是在人体消化系统的尾部产生的 并通过肠胃胀气排出 当大多数哺乳动物死亡时 保护胃粘膜的一层粘液消失后 胃酸开始分解胃和其他内脏器官 这会导致氢气在体内聚集 有时会导致身体爆炸 就像亨利八世那样 假设一具腐烂的陆尸体 在蟒蛇体内爆裂 这些气体会立即被释放到蛇的胃里 使它喷出一股浓缩的氢气 现在,你所需要做的就是 从附近的篝火中点燃一颗孤独的火星 让它飘移到达哥的路径上 瞧,你得到了一条没有翅膀 会喷火的龙 什么是肚脐绒毛 每个男人随时都会产生大约1.8毫克的肚脐绒毛 但是,它到底是什么? 又是怎么来的呢? 乔治·施坦因豪泽博士 花了三年时间研究这个奇怪的现象 你不必这么做 废话 下面是研究的结论 施坦因豪泽发现 造成绒毛堆积的罪魁祸首 是一种不为人知的毛发 这种毛发异常细 上面有小道沟 当这些道次与衣物摩擦 并挂掉棉花和绒毛时 毛发的童心结构就像一个漏斗 将绒毛带到内部收集起来 这些绒毛中还夹杂着灰尘 丝皮 脂肪 蛋白质和汗水等令人讨厌的混合物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太恶心了 但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嗯,那就不清楚了 施坦因豪泽博士的理论是 这些专门捕捉绒毛的毛发 是身体故意试图自我清洁产生的 这些小块的布会堆积起来 形成一个诱人的物体 让我们手动去除和轻浮 在这个过程中 清洁细菌可能的滋生地 没错,伙计们 尽情地调肚脐上的绒毛吧 吃太多胡萝卜 会把你变成橙色 这听起来像是无稽之谈 但这是完全正确的 如果你吃太多胡萝卜 你最终会变成橙色 现在 我并不是说这种转变会在一夜之间发生 所以不要担心 醒来时发现浴室镜子里 有一个奥白伦白在盯着你 胡萝卜变成橙色 实际上有一个医学名称 胡萝卜素血症 除了一开始 对你的心肤色感到震惊之外 它并没有什么伤害 这是由于一种叫做β胡萝卜素的天然色素 它赋予了根茎蔬菜独特的橙色色调 当你吃太多胡萝卜 或者红薯 南瓜 和其他富含胡萝卜素的东西 所有多余的色素都会进入血液 并储存在皮肤中 使其表现出橙色 不幸的是 没有官方的标准来衡量 吃太多胡萝卜意味着什么 但是平均来说 健康的胡萝卜素剂量是每天6-8毫克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的健康博客 你必须每天摄入多达20毫克的胡萝卜 相当于三根大胡萝卜 才会引起胡萝卜素血症 除非你是一个狂吃胡萝卜的恶魔 否则 我得说你现在确实还是很安全的 牛无法下台阶 你可能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除非你碰巧和一群农场里的动物住在一起 你很难牵着一头牛或一匹马走下楼梯 你可能不会在引导它们向上时遇到太多困难 但要想回头 需要的不仅仅是几句善意的鼓励 这是一个谜 可以用一个不足为奇的说法来证明 自然界中是找不到台阶的 你看 这些动物不容易看到脚下的地面 它们身体的结构使它们无法向下行走 大多数楼梯的坡度平均为35度 这对任何一头男牛来说都是一个相当陡峭的扇坡 更不用说那些被修筑成供人类行走的小台阶了 奶牛的臀部和膝盖并不能有助于它们向后移动体重 无法避免它们一头栽下台阶 考虑到大多数奶牛的体重在1600至2400磅之间 它们害怕下楼梯是合情合理的 不是吗 19世纪的女性 害怕一种被称为自行车脸的化妆症状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世纪末 那时自行车还是一项新奇的发明 让女人们非常害怕 你看 医生已经宣布 这种新奇的装置可能会导致一种可怕的疾病 称为自行车脸 长话短说 任何敢于骑车的女性都有可能永远被脸上的丑陋表情所困扰 为什么它只影响女性还有待观察 但1895年文学文摘上的一段话描述了那些患有自行车脸的症状 异常的脸红 有时面色苍白 嘴唇或多或少的收缩 眼睛下面开始出现黑影 总是带着疲倦的表情 还有人说 她的特征是僵硬的 紧咬着下巴和突出的眼睛 不管是什么症状 女人都不想换上 所以她们都不骑车 直到1897年 一位名叫沙拉·哈克特·史蒂文森的女医生 证实了一个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事实 骑车不会造成持久的面部损伤 事实证明 整件事都是男人们编造出来的 她们害怕自行车是女权主义的邪恶工具 在我看来 这么做有点极端 美国有一个小镇 只有一人 众所周知 有些人喜欢独处 但是 有一位女士特别钟爱 她是她所在的内布拉斯加州莫诺维镇 唯一的居民 86岁的埃尔西·埃勒 目前担任该镇的市长 图书管理员 酒保 秘书 职员和酒馆老板 除了周一 每天早上9点 埃勒都会打开莫诺维酒馆 在酒馆里 她提供3.5美元一个的汉堡 1.25美元一个的热狗和啤酒 这些啤酒被滑稽的成为镇上最冷的啤酒 你也许认为没有顾客 但埃勒已经接待了来自47个州和41个国家的游客 这家酒馆也是临近城镇居民的聚会场所 早在20世纪30年代 莫动为是一个繁忙的铁路小镇 但人们逐渐开始搬走 当埃勒的丈夫鲁迪于2004年去世时 她成了唯一留下来的居民 埃勒开玩笑说 住在一个人的小镇的主要好处之一是 她总是以压倒性的胜利赢得市长选举 但也有一些缺点 她从自己身上收取500美元的税 用以维持镇上三根灯柱的照明和供水 为什么男人会有亚当的苹果 对于男人来说 有猴结 脖子上那块奇怪的硬的上下白洞的肿块 只是生活中的一个事实 但为什么女人就没有呢 这个倪称是指圣经中亚当吃了禁果 结果有一部分被卡在喉咙里 然而猴结也被称为甲状腺软骨 因为它是位于甲状腺顶部的一块软骨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男孩和女孩刚出生时都有相似大小的甲状腺软骨 但是随着进入到青春期 一切都改变了 当他们的高丸激素水平升高 声音变低时 男孩的喉部或声部会变大 导致猴结突出 但是它到底是什么用途呢 好吧 就像你耳朵或鼻子里的软骨一样 甲状腺软骨除了在男人对妻子撒谎 前一晚的行踪时充当替身外 没有任何医疗用途 没错 当你紧张的时候 猴结会产生不受控制的跳动的特殊倾向 为什么电影里的甜甜圈包装盒总是粉红色的 唐恩都乐的甜甜圈是霓虹橙色和粉红色 而卡卡圈坊更喜欢原点图案 但是 当来到洛杉矶时 你会发现不加装饰的粉色甜甜圈盒子 事实上 据说任何时候 你看到以纽约为背景的电影或情景喜剧 如果出现一个粉红色的甜甜圈盒子 你就会猜到实际上是在洛杉矶进行拍摄的 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 当时一个被称为红色高棉的政权 负责策划柬埔寨的种族灭绝 我知道从油炸圈饼盒 到大规模种族灭绝 似乎是一个很大的飞跃 但别走开 当许多柬埔寨人逃到洛杉矶时 他们在不起眼的甜甜圈店生意中 找到了意想不到的命脉 有一位默默无闻的烹饪英雄 负责将盒子变成粉红色 泰德·恩格伊 恩格伊在洛杉矶建立了一个 由他赞助签证的数百名国人 组成的甜甜圈销售帝国 在此之前 甜甜圈都是装在干净的白色盒子里 直到恩格伊 作为一个有商业头脑的人 通过询问他的供应商韦斯特克 是否有更便宜的替代品 碰巧韦斯特克有一大堆粉红色的纸板库存 剩下的就是历史了 随着洛杉矶成为电影的代名词 粉红色的甜甜圈盒子 也成为了电影的代名词 所以你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 普通的电影道具 冰岛有专门的精灵语者 你小时候可能会相信 有各种各样的神奇生物 但在冰岛 小精灵的存在几乎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事实上 他们非常重视精灵的权利 以至于一位名叫拉格西尔度 拉格加乔纳森的女性 担任了非官方的精灵而语者的角色 这听起来可能很疯狂 但从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起 拉格加就有能力看到精灵 并与他们交谈 这些精灵或保护神生活在冰岛各地 看不见的社区里 不过她并不是唯一一个相信这件事情的人 在199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 54.4%的冰岛受访者们相信精灵的存在 作为这些隐形人的官方发言人 拉格加被委托调查潜在的建筑地点 以防他们破坏精灵社区 早在2016年 一条计划中的道路的开发就被叫停了 因为拉格加声称 这对一个名为奥尔夫格尔奇卡的精灵教堂构成了威胁 在你我看来 这个教堂就像一块巨石 谢点谢地 政府后来同意用起重机 将这块重达70吨的石头移出了道路 从而保护了冰岛隐形人口的礼拜场所 有人数过的最高数是多少 信不信有你 实际上有一个经过验证的记录 记录了任何人在一次会议中能数到的最高数字 早在2007年6月18日 来自阿拉巴马州 博明汉的31岁的杰里米·哈勃 就把自己锁在家里 开始大声数100万 89天后的9月14日 这一里程碑终于实现了 999,998 999,999 1万 为了完成这一壮举 哈勃每天数16个小时 甚至在这个过程中还续上了胡子 你可能会想 谁会有时间去数到100万呢 好吧 哈勃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好玩 他直播了他的整个数数过程 为帮助美国一个残疾人慈善机构筹集资金 他为此事业筹集了让人无法忘却的1万美元 据估计 如果你在不休息的情况下尝试类似的壮举 你需要连续11天半多一点 假设你以每秒一个数字的速度计算 也就是说 一旦你想数到5位数字时 这就已经很棘手了 然而 要数到10亿 需要超过31年的时间 太让人钦佩了 龙虾通过在对方脸上撒尿来交流 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提醒你 龙虾是地球上最奇怪的生物之一 那就看看这个吧 它们会从自己的面部尿出来 尿到对方的脸上 这是它们独特的交流方式 你看 龙虾的膀胱位于其大脑的下方 通过尿道与位于其大处角底部的两个尿液 喷放喷嘴相连 当龙虾撒尿时 它们也会通过泌尿系统产生信息素 使它们能够进行交流 基本上尿液从脸上释放出来 注入龙虾产生的电流中 使其向前投射 据测量 这些尿液信号甚至可以向前喷射到 相当于7个完整的身体长度的地方 这是一些相当强大的尿液 一般来说 龙虾不会相处得很好 如果两只雄性龙虾撞到一起 几乎可以肯定会爆发一场斗殴 那么撒尿的作用在哪里呢 是为了向女士们证明它是最强壮的 获胜的龙虾会向它的方向撒尿 因为它对自己的胜利感到高兴 尿液会含有血清醋 使它闻起来更香 这是一个你绝对不应该在家里尝试的约会技巧 你有没有一件随意的琐事会让我说 哇 请在下面的评论区告诉我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